哎呦现在这试驾车系列真的是越来越难做了 主要是车真的太难搞了啊 你像我都找到人家店里来了 特意呢感谢一下啊 北京德鲁行提供的试驾车 嘿好我们试驾车系列啊 今天咱们来玩一玩胡思瓦那401黑剑 首先呢这小车的外观啊 给你一种很绅士的感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啊 都感觉要喝上一杯咖啡才能骑的车 但实际的那盒还是挺暴躁的 采用的是杜克390的发动机 咱们今儿拍的是黑剑版 它还有一个白剑 但是白剑是没有试驾车的 所以今天没有拍到 正所谓有钱胡思瓦那 没钱胡同皮刹 这小车坐高810 本人183是男性的一个平均身高啊 骑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黑剑的骑行三角的更像一辆街车 白剑的是一个复古咖啡风啊 骑行三角偏啪一些 配置方面啊采用了WP的避震 不过这个避震的形成啊 在咱们这缩短了不少啊 两种ABS的模式 公路还有SuperMoto 这个技术啊 也是用在了现在最新的RC390身上 因为它是复古车的定位啊 所以这个仪表也是一个圆盘式 不过这个仪表设计的可视度啊 相对来说有些差 卡前采用的是Babry啊 这个是Brambo旗下的一个品牌 最重要的啊 它居然有双向快拍 具体的体验如何 后面的试驾会给大家分享 好啊试驾感受 再次啊感谢北京多叶行提供的试驾车 其实这车非常的轻啊 它这个重量应该会超出你们的想象 特别的轻 不过它这个侧枝啊 处置是有点太高了 一致上这个车跟直立差不太多啊 不过还得多注意一下 车把的转向呢 还挺大的 原地掉头什么的也比较方便 其实聊其实聊 首先啊 它这个动力输出 跟它这个车的长相 真的是一点都不符啊 正好还在封闭园区啊 咱们拧两手一会感受一下 如果拿它跟杜哥39人来比的话 调教上还是有些区别的 会平顺一些 但是它的可玩性还是在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震动意志表现真的不错 一个小单高能把震动控制的这么好 已经可以了 你要想一点不震 那是不太可能了 刹车方面啊 虽然没有那种撞墙的力道感 但是刹车距离把控的还不错 日常通勤来说绝对够用了 灵活性的方面真的太香了 这小车本来就短 还调教的这么轻 操控起来真的是游刃有余 只好在这段封闭路啊 我还试了是椭圆和化圆 因为人家的试驾车呀 我也沙周眉眉穿 大概的试了一次啊 我感觉下身的速度有那么一点点慢 可能跟它这个后胎150的胎宽有关 但是真的很好玩啊 白剑的那个骑行三角我不了解啊 但这个黑剑真的很适合玩 快排方面啊 我测试了很多次 最开始我发现它一升二的时候 特别的顿挫感 后来我多试了几回 我发现它可能要匹配一个比较合适的转速 这样快排升降就变得丝滑了 我为什么要拍这个车呢 因为它现在降价降的特别狠 我猜可能有很多的摩友都在研究这辆车了 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到你们 行了不说那么多了 今儿就这么着吧 感谢观看